你住几层啊 住 酒店空房全部都满了 没 没有空房 那你住哪儿啊 我住这里喽 别开玩笑了 这 这哪儿行啊 不行 不合适啊 怎么就不合适了 我睡沙发 你睡床 等到明天一有空房 我就搬出去还不行吗 真不方便 真的 那你想怎么样啊 你要大晚上把我赶出去啊 万一碰到一个坏人 劫财劫色的 你能负得点这个责任啊 好了 你别默契了 你就该干嘛干嘛啊 你千万别跟我 等 等 等一下 你睡床 我睡沙发 就一晚 明天赶紧走 我 我收 收拾东西去 谢谢老师 杰老师 喂 沙发 晓晓 睡了吗 没 没了 你还没睡啊 老范那边 进展得怎么样了 什么 这是你去论证的那个项目啊 挺顺利的 就是有一些数据 还得再确认一下 你说话声音怎么那么小啊 怕影响别人休息 你不是一个人一间房吗 对啊 一个人一个房间 那这酒店隔音怎么那么差啊 老范不会又让你住快捷酒店吧 他最口门了 我知道 没有 酒店挺好的 挺舒服的 你跟 不是 丹丹跟妈都睡了吗 睡了 金方 我想 等等你回来以后 咱们一块回家看看爸妈吧 好啊 好啊 简老师 吹风机在哪儿啊 晓晓 那个我还忙着呢 你先休息吧 晚安 简方 简老师 吹风机在哪儿啊 吹风机让服务员拿走了 坏了 说再拿上来一个 还没拿来呢 我说怎么找不着呢 那你帮我打电话要一下呗 你怎么了 好啊 你看上去好紧张啊 脸都红了 没有啊 在论证呢 你是不是看我穿着这个样子很漂亮呢 你 我忙着呢啊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帮我打电话要一下 快点啊 你帮我打电话 你帮我打电话 简老师 你怎么了 看看 我还是觉得 你出去给你开一间酒店 费用了我来出 杭州这么大 肯定有一家酒店 有房间 看看 别别这样 看看 到会儿的了 去哪里 我也能还是要 去哪里 我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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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要不要 我打电话 你都无缺